发现身边的好故事,我是名侦探拳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大三一学期赚了20多万 大学毕业去创业 结果老本全部赔光 还负债累累的亲身经历 这个为什么是好故事呢 呃,我认为我是个反面教材 Hello 先说一下大三我是怎么一学期挣到这20万 这要从我的大学学费说起 我最开始是学表演 一年学费48000 这个数字对于我那一贫如血的家庭来说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所以我就一直琢磨 怎么挣钱 努力成为明星 逐梦演一圈 那就根本不可能 Hello 在我学了一年的表演后 我突然意识到 我既没有老天赏我的演 也没有干爹赏我的权 我竟然只是个凡人 想不想赚 这个专业对我来说 毕业怕迟连工作都难找 毕竟演员这个行当 是千军万马走刚思的职业 也太多了 于是我下定决心专系 去申请了一个能学到技术的专业 数字媒体 这个系是干嘛的呢 其实我现在也没搞明白 反正是学校里 唯一一个跟后期沾边的专业 当然转系很多人都对我有过疑问 你转系能不能跟上学习的节奏啊 我很坚定地告诉他们 跟得跟不上节奏我不知道 但是赚不到钱 肯定跟不上交学费的节奏 Hello 然后树莓系主任其实是不同 想让我从大一重新上 这意味着我要多交一年学费 于是一听到这个 我马上意识到 之前那一年学没有白上 果然在我声力俱下 把我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后 我成功转系到大二 不用多上一年学 后来我就和班上一些同学 做了一些没有什么剧情 但是纯炫后期技术的CG动画短片 在国内外的大学生电影节 获得过一些提名和奖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下期我可以把这期视频单独地放出来 在一些大学生电影节上 遇到了一些客户 他们看上了我的能力 翻译下就是觉得我便宜 于是我就开始在学校里赚钱了 当时我接了一个一分钟的APP广告 做了差不多4天左右 赚了1.5万 是真的差点洗G2T啊 之后开始 在大学里陆续接了很多单 平均一个5秒左右的特效镜头 能赚8000左右 最大一个单子 我三个月赚了12万 感觉人生好像达到了高潮 于是就这样 我一年的时间 就把大三和大四的学费赚出来了 还余了不少钱 这个时候年轻气盛 我就比较膨胀 我膨胀了 毕业后 就和项叶这个能赚钱的朋友 一起开了家公司 但开了公司 就再也接不到单 因为我的客户在北京 我的公司在广州 为什么在广州呢 因为我的朋友家在广州 他家正好有个鞋子了 我们就搬进去用了 省了租金的成本 但其他的各种开销 还是如瀑布流水一般 比如员工啊 这些器材啊 等等等等 到后面 我根本负担不起 于是公司就倒闭了 我还负债了七八万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开始工作 才好不容易把钱都还了 而跟我一起创业的朋友 他们更惨 因为他们 只能回去继承亿万家产了 Hello 都说成功是不可以复制的 但是失败是可以学习的 因为创业失败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 萎靡不振 虽然我妈和朋友们都理解我 还劝我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嗯 这让我更加迷茫了 都说书中自有答案 于是在那之后 我看完了 道可道道德经 老子他说 禅趣的思念 金刚经能断金刚 金刚经说什么 知行合一王阳明 一切新法 传习录 没看完一本书 我都会写几万字的笔记 的确心态不像之前那么浮躁了 还开始吃素了 我也明白了 我妈说的放弃 其实是让我放下 后来我甚至用过年休息的时间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出了一期90分钟 解读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视频 只有这个视频 还被阳明中学老师大力推广 要求学生们避开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要讨厌我 这个时候有意识到 我好像又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我真的很高兴 能够坚持做名侦探权的这个账号 让我能跟屏幕前的你相遇 如果问我后不后悔创业 我想说 当然不会 因为我不去试一下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潜力这么大 竟然可以赔这么多钱 更别说还找到了热爱的短视频视野 最一切 麻烦 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毕竟人生嘛 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起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